欢迎各位光临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资格赛出在G组第二场的比赛现场 我是本场主席傅威 在此代表主办方欢迎各位光临 下面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今天比赛的正反双方及他们各自的立场 正方是来自上海政法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正方一辩卢慧颖 正方二辩沈澈 正方三辩沈阳 正方四辩杨宇翰 邪我方三位辩友仅代表正方上海政法学院辩论队问候在场各位 大家下午好 本方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 下面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在认识了双方变手之后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本次比赛的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剩余30秒时 将听到一声零响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用尽时 将有两声零响 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资格赛出赛G组第二场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陈词一环节 有请正方一变进行麦克风测试 正方一变请问可以听清吗 声音没有问题请发言 好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印度著名脱口秀演员Virdas说 曝光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 就是用讽刺手段来刻画这些现象 我们讨论脱口秀是不是冒犯的艺术 实际上讨论的是脱口秀这一诞生于18世代 世纪英国由探讨政治社会热点话题 作为起源的喜剧形式 在现状下的处境与对未来的期待 是何种样态 而我方认为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论证如下 第一脱口秀运用冒犯来获得观众喜爱 展现其艺术价值 这一点对于脱口秀很重要 很有价值 首先冒犯的脱口秀在心理上 更容易受观众喜欢 我方引用学理研究 根据古希腊著名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的优越论和著名喜剧演员 陈佩斯的《差试论》得出 脱口秀的幽默原理在于 其先在铺垫中给观众塑造了一个 同时存在优势方和劣势方的故事情景 使双方产生一种视差 作为优势方的观众 就会因为这种视差生出优越感 进而使其发酵 而冒犯本身可以带来视差 比如我吐槽老板 获得观众笑声就源自于视差 而在现实层面 冒犯的脱口秀 也确实博得了更多观众的喜爱 如George Carlin一场充满批评 批评社会讽刺教育的脱口秀 将家长过早地让孩子上补习班 比喻为虐童 将领导力训练营 描述为希特勒才会去的地方 场上肆意的冒犯 场下肆意的欢笑 最终该项专场获得了 51届美国格莱美最佳喜剧专辑 这一堪称喜剧领域诺贝尔的奖项 在获奖之余 George Carlin更是对冒犯的价值 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他说 我认为喜剧演员的职责 就在于找出边界 然后故意去跨过他 第二 评价脱口秀为冒犯的艺术 能让脱口秀演员 拥有更多创作和发声的空间 传达多元观点 推动社会进步 Verdas在脱口秀专场中 嘲弄了性教徒 对于自己信仰的维护 用男女关系 类比削弱了宗教的神圣性 此视频在油管上有15万赞 有人说谢谢你 之前我对我的宗教 抱有非常僵化的心态 但多亏了你 你帮助我拓宽了视野 诸如此类的评论 比比皆是 当我们认识到脱口秀中 冒犯创造欢笑 冒犯拥有独到的社会价值时 我们也理应给予其 更为宽容的生长空间 现在的脱口秀 正面临着从小众 走向大众的发展环节 这一环节 无论时间长短 都需要让观众更好的了解 脱口秀这一文化 为彼此间的磨合 做好准备 西南大学的研究显示 当人们认识到 对旧事物的新评价时 注意力的改变 会限制情绪信息的输入 从而使大脑对事件 有不同的认知和解释 在心理学中的术语 叫做认知重评 认知重评 改变了目标刺激 本身的情绪意义 并使其更趋向于中心化 因此 我们在日常语境中 告知各位脱口秀 是一门冒犯的艺术 无疑更能让人们 在脱口秀的表演中 放下敏感戒备的心 静静感受脱口秀 给我们带来的艺术价值 从而也让脱口秀 能创造更多的意义 综上 我方认为 基于脱口秀的艺术价值 与发展需求 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以上谢谢 感谢正方一变 有请反方四变 对正方一变 进行质询一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可以听清我声音吗 我是反四 声音没有问题 那双方那个确认声音 我这边可以听到 然后这边是正方一变的声音 可以听清吗 双方声音都没有问题 请发言 先谈立场问题 您方说对于现状处形 和未来发展 那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您方在未来发展 你需不希望脱口秀里的 冒犯越来越多 我方认为 就是看你说的冒犯 是哪样子的冒犯 按您的定义 对方同学 按您的定义 您需不希望冒犯越来越多 按我方的定义 我方希望的是 冒犯越来越多 但不代表我倡导冒犯 就意味着冒犯没有边界了 可以 那你希望冒犯越来越多 这没有问题 但是即便是有边界的冒犯 也可能造成伤害 这应该是双方的共识 坦白来讲 如果我去倡导爱国 我承认确实会有人走 我没有打算 不是 对方同学您说的太那个了 我爱国跟杂车这个的遥远性 和冒犯跟于伤害 这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您方的有边界的冒犯 一般也是伴有伤害的 这没有问题吧 可能是的 第二个 您方认为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那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冒犯性 那些比较温馨的 或者一些技巧的 您认为这是不是好的脱口秀 我方觉得 你方也可以去认证 他们的价值 没有问题 我方认证的是脱口秀有冒犯的 冒犯脱口秀有其价值 我方的立场 其实就已经正成了 我是问您的态度 就是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冒犯的脱口秀 是不是也可以很有价值 或者价值性很高 这您认不认 我没有说我要证什么 如果就是您要论证啊 当然你给我抛这句话 如果没有论证的话 我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什么都没有说 就直接问我 那我简单像您一样说 我们发现非常多的出圈的那些梗 它都没有冒犯性 比如罗翔老师说的 李诞强找我来 我一直也想来 毕竟脱口秀也不是法外之地 他就这样玩一个梗 那您觉得这样的 其实在那个反跨年当中 其实流量很大 那对于这一批没有用到冒犯的 或者没有冒犯性的流行的梗 您方承不承认 它的价值其实也可以很大 我方举的冒犯脱口秀的例子当中 有受观众喜爱价值 有艺术价值 获得格莱美奖 也有能够让观众思考的社会现实意义 你方举出来的这个 我暂时只能听到有一个热度 姑且可以听到一个热度 但是你方要跟我进行价值比较的话 希望你方能跟我举 至少观众流行价值我方已经举证了 自询环节我就不举证学术权威评级 我方立论一会有 那您方也要举证双方哪个价值更高 第一的我问你 获得观众喜爱就代表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吗 获得观众喜爱对脱口秀而言很重要 所以获得观众喜爱 就如果冒犯脱口秀能获得观众喜爱的话 那么脱口秀就是冒犯的艺术 对吧 它是价值手段之一 不代表它是艺术 比如念稿 也可以帮助大家把论讲得清楚一些 那辩论是念稿子的艺术吗 我们可不可以承认说 如果它对于脱口秀很重要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是冒犯的艺术 你方质疑的 不过是观众喜爱 对于脱口秀有没有意义是吗 是 我方是问 如果您的重要的方式是 可以收割流量这一点 那念稿也可以帮我们把辩论讲得更清楚 可是我们不会说辩论是念稿的艺术吧 不仅仅是你所谓的流量 更重要是对于观众的一种改变态度 也有方说 OK OK 那我先能理解 就是您方第一点 流量的收割和喜爱的收割 这个你也承认不重要 因为毕竟我举出了反例 那好 我们先来看对于观众观点的改善这个问题 您方认为脱口秀用冒犯的形式 带来了观众观点的改变和促进了问题的探讨吗 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我方觉得至少是 至少有真的会有观众承认说 你这样冒犯脱口秀是改善了我的心态的 谢谢你 你帮助我拖宽的视野 我方认为这样的利好是实然存在的 可是如果你冒犯的刚好是他讨厌的人 也许他是谢谢你讲出来 可是作为一个平平凡凡的男性 我人在家中坐 孤独从天上来 突然来了一句 你这么平凡凭什么自信 可是我已经这么平凡了 我为什么不能自信 那被冒犯的那些群体 是也会感谢您讲出来了吗 如果有被冒犯的群体 由此受到什么样的伤害 是需要你帮进行举证的 而不是这边给我列个假设 否则我也可以列假设 说杨历的特别秀带来多么大 我举的例子本身就是 你帮主张的杨历的 普学心的这个观点 所以换言之 就是你攻击了别人 不一定把问题 放到了更好的讨厌环境 很多男生本来认为 男女平等完全可以 可是你偏偏要说 我就不废自信 那我还真就跟你杠上来 最后一个我问你 伤害可能普学心还好一点 有人调喘问堪地震 有人调喘就是亚洲男性 或者那个黑人 那这一部分伤害 你帮看不看 我方说了 我方提倡冒犯的艺术 不代表让大家去做反人类 反社会的事情 就像我提倡爱国 不是说我要提倡大家 去砸日本车 这两种就有本质的 没问题 可是我方最大的担心 是实战层面 已经出现了这些 而您方又给不出 边界在哪里的时候 你怎么保证 你的倡导指出好的 好 温导指出 感谢双方便手 在本额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13分43秒 反方时间所剩13分55秒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进行陈词一环节 有请反方一变进行麦克风测试 你好 反方一变 请问能够听清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谢谢 这场个秀 作为一场主演节目 其分多 但上都以娱乐为主 只由于欲或行为 没有礼貌 使他人感到不适 而探讨A是不是B的艺术 就是说B是不是A的底层逻辑 例如辩论是说服的艺术 这是因为说服是辩论的底层逻辑 一场没有说服性的辩论赛 我们不会认为他是好的比赛 基于此 我方认为 冒犯不是也不应该是脱口秀的底层逻辑 所以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 一 从现状看 冒犯并没有达到这一程度 脱口秀从诞生至今 已经发展出了多种流派 而冒犯只是其中的一种 无论是获得第77届金球奖的艾伦秀 还是以谈话戏为主的实话实说 他们都对脱口秀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影响和贡献 但冒犯都不是他们的卖点和必要元素 其次 为了达到幽默的目标 有着多种多样的手段 例如物华是幽默 应对是幽默 包容是幽默等等 这些手段本身和冒犯并不绑定 脱口秀大会中的小家是一位残障人士 他说他小时候看见其他人的时候会想 他们好可怜呀 居然两只脚都在地上 王建国会说 他姐姐往异国很受人欢迎 因为异国他乡 这些段子没有冒犯 没有讽刺 但既能让人捧腹大笑 又能温暖人心 而今天我们如果将脱口秀界定为冒犯的艺术 就是将本来是脱口秀元素之一的冒犯 作为脱口秀的底层逻辑 这就会导致脱口秀当中的其他元素被排挤 被伤害 你的端子不够冒犯 不好笑 烂梗 你的脱口秀没有冒犯到什么 不够深刻 太肆浅了 脱口秀的发展本应是多元而并重的 而每个脱口秀演员都可以选择自己擅长和想要表达的方式 将脱口秀定元冒犯的艺术 这无论是脱口秀演员 脱口秀观众 还脱口秀本身都是不公平的 二 将脱口秀定义成冒犯的艺术 会限制观众话语权 消解讨论环境 从而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伤害 当脱口秀演员表演时观众感到冒犯时 观众是有权利表达不难和回怼的 但是当我们将脱口秀定元冒犯的艺术时 冒犯的艺术是在给脱口秀中的冒犯赋予了更高的正当性 告诉大家脱口秀就是这样 就应当这样 给予了那些在表演中冒犯了观众的脱口秀演员更高的权柄 要求观众天然有接受的义务 例如杨丽在表演的时候说出男人这么普通却这么自信 如果男性表示反感 底下就会有一排 脱口秀就是冒犯的艺术啊 你懂不懂啊 认真你就输了 你格局小了小了之类的评论 这就是冒犯再把艺术这根权杖塞到你嘴里 让你不敢发出 不能发出反对的声音 反对的声音消失的时候 这些刺不会自然而然的被拔出 而是会越插越深 直至腐烂 踪上 脱口秀不是也不应当时冒犯的艺术 感谢反方一变 有请正方四变对反方一变进行质悬一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请问这边可以听到吗 正方四变 可以听清 反方一变 请问能够听清吗 喂 双方声音都没有问题 请发言 喂 抱歉 我可以听清 可以听清 我现在可以听清了 抱歉我刚刚稍微卡了一下 那我说话急记实了 好 感谢主席 问对方没有您好 问您方第一个问题 您方认为判断脱口秀是不是冒犯的艺术 要看冒犯是不是脱口秀的底层逻辑 对 所以您方认为底层逻辑只有一个 对吧 底层逻辑可以有多个 但它一定是必然性的论证 一定是必然性的论证 您方方便解释一下吗 为什么 比如说 因为我们在做某一个定义 A是B的艺术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排挤 B中非A的部分 就像我们说B论说服的艺术 这句话出来之后 很多人就会攻击那些 可能技巧性比较多 攻防性比较重的一些 辩论告诉他 你这不是好的辩论 但我们宣扬这个时候就会带来这种现象 所以说我方认为应该将什么是什么的艺术 界定为必然性和底层逻辑 好 所以我确认一下 您方认为今天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正方有必要论证到冒犯是脱口秀的必然的理由 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价值倡导可能会造成排挤其他的价值 所以这是我方必须要论证必然性的理由 对吧 您方这样宣扬就带来这样的后果 是的 好 所以我确认 所以都没有 您方方面也再给我论证一下 为什么今天我说辩论是 不好意思 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就会排挤其他种类的脱口秀呀 这个很简单 我告诉你A是B 告诉的是A是B 而不是A可以是B 喂 我的声音是不清晰吗 没有没有 可能是我这边卡 等一下 抱歉 我换个网 请问现在可以听起我说话吗 好了 您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就是刚才那个问题 可以可以 就是当我们说A是B的时候 不是在说A可以是B 而是这是一个近乎于定义的话题 所以说我方也可以给您举 在历史上由于黄之中先生 他说了辩论是舒服的艺术 很多人他很相信这句话 所以他会去排挤其他非词的部分 就是告诉你一场辩论只有舒服的 只有两方都好好说服 他才是一场好的辩论 好 到这里为止我听懂了 宁芳今天全部的论证叫做 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脱口秀是冒犯艺术 就会去排挤其他觉得脱口秀也可以有其他冒犯 就是其他价值的艺术 而在这个例子上面 宁芳开出了两层论证 第一个论证点叫做 我方必须要论证到冒犯对于脱口秀是必然 第二个论证点叫做 所以提倡脱口秀是冒犯艺术会带来几正 可是我方在这里对宁芳提出了一层质疑 叫做 今天我们说辩论是说服的艺术 也不影响我们觉得有些人觉得辩论是对抗的艺术 所以己战在哪里 为什么要必然 这两点事情 宁芳后续论 所以我接下来简证你方第二个逻辑 你方说如果我们提倡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会限制观众的话语权 论证在 先解释您上一个 即使对抗也要讲究说服这两个不矛盾 但脱口秀不能既是冒犯的艺术 又是不冒犯的艺术 回答林方下一个 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个行为 当它艺术化的时候 就是将它抬高地位 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去容忍它 也将林方第二个说的 我们这时候要这么认可 就是为了给脱口秀演员跟他的空间 要求观众才更容忍 就是我方说 这样子你会塞住观众的嘴 其实反而不利于林方讨论了 对嘛 很简单 今天我们会发现 有些人支持辩论是说服的艺术 有些人支持辩论是对抗的艺术 当面我问你 我们这一拨人 谁让另外一拨人没法说话了 我们这一拨人 谁又挤占了另外一拨人的生存空间了 对吧 所以林方出去给我论证 所以林方今天告诉我的第二论点的论证逻辑就是 由于我说了一个东西是艺术 我就会天然的抬高演员的地位 然后压制观众的话语权 是吧 因为对抗和说服不矛盾 但是冒犯和不冒犯是矛盾的 林方是在排挤其他的空间 如果任何倾斜都没有的话 林方为什么林方跳个论点不是也开出来了吗 定位艺术是干嘛呢 对 所以我们会发现 我方第二论点告诉你的是 当我们认知到托我确实冒犯的艺术的时候 由于认知重评 我们可以更好地接受托我确实演员 讲出一些冒犯观点我们可以进行更好的客观评价 我方在这里有一层学理证明 林方有没有任何数据对冲 还是林方今天只有一句说 大家就会拿这个做借口吗 林方有没有任何其他举重 有啊 我方在微博上就写了 比如杨丽表演之后 他说男人这么普通这么自信 有男性表示反对 我这么普通了 为什么还不可以自信一点 结果他们一排排 哈哈你输了 不要对号录作 输的就是你 透过说就是冒犯的艺术 你懂不懂啊 这种实在实在层面已经存在了 还有其他举证吗 您方需要我方进行怎样的举证 好所以我确认到这里 我方在这里说 当托鲁修演员 提倡托鲁修是冒犯的艺术的时候 大家可以由于认知重评的学理 大家可以更好接受冒犯的观点 进行客观评价 我方也给出一份实证 印度托鲁修演员Verdas 讲出对于宗教的时候 也有人确实改变了自己原来 对于宗教认知 都没有在这里没有任何的相抗举证 因为我被瞎说嘴 所以我更反对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11分10秒 反方时间所剩11分9秒 有请评审对上一轮环节进行打分 请各位稍坐等待 如果有请继续 接下来进行陈词二环节 有请正方二变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正方二变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发言几期时 我们先来看一下论真义务的问题 方便有企图要我方论证 在脱口秀的每一场里面 每一句话都必然要有冒犯的因素 我方才能证程 可是这样的论证义务 我方真的能接受吗 宁峰给我方举的这边合理性的一个例子 无非是说辩论是说服的艺术 确实当我们说A是B的艺术的时候 B在A中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 在宁峰的那个例子里面 说服是每一场辩论都要干的事情 因为我们每一场辩论都要去说服评委 可是当我们同样说辩论是交锋的艺术的时候 就意味着每一场辩论里面 都会有交锋的环节吗 当我们说辩论是价值升华的艺术的时候 每一场辩论里面都会有升价值这个环节吗 我们都知道不会 政策辩论就没有 所以说宁峰企图用个例来强调 升高我方的论证义务 我方是不认的 同样我方在这边认为合理的是什么 我们只要论证说 冒犯对于动作而言是重要的 他就能论证成功 因为我们发现举其他的类比 摇滚是叛逆的艺术 我们发现叛逆之于摇滚是重要的 辩论是对抗的艺术 对抗之于辩论是重要的 所以无论B在A章的存在方式是什么 只要它是重要的 都能论证成功 而宁峰所讲的罗响的那个例子 我方也可以认 宁峰讲罗响的例子 无非是说它的段子里面 运用了意外和转折 让观众感觉到了好笑 如果宁峰能认 宁峰的论证成功 意外和转折对透口秀很重要 我方他可以接受 透口秀就是转折的艺术 可是这真的认成了宁峰的立场的吗 认成了透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吗 好像和透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也不矛盾吧 然后再来进 宁峰对我方挑战说 所以我方一篇稿已经解释很清楚 到底为什么冒犯可以获得观众的喜爱 而观众的喜爱对透口秀本身是很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些实例 一篇稿中给大家讲过了George Carlin的例子 而英位透口秀演员John Rivers 他透口秀中有用别人的身材开玩笑 讽刺美国背叛率过高的现象 他本人获得过八次艾美奖的透口秀 最佳透口秀主持人和最佳喜剧编辑的提名 而格兰美和艾美奖 都是以观众和评委投票为叛奖标准的奖项 由此可见 冒犯的透口秀就是收获了大量的喜爱 而这样的喜爱给透口秀的重要 一在它使透口秀得以延续 二在它为透口秀设立一个可以追求的目标 因此我们倡导的是 我们建议大家多去追求 有冒犯性的 可以讲社会议题的透口秀 可是这并不代表我方就挤压了 其他没有冒犯性的透口秀的空间 这一点也是宁芳没有正诚的 正如我们说辩论是交锋的意思的时候 难道辩论中就不能达成共识了吗 所以挤压宁芳没有正诚 再来看 宁芳今天强调的态度真的很奇怪 你们说观众有一些不喜欢这样的话 比如说有一些男人 他不喜欢杨丽讲 男人都是垃圾 男人都是普通且自信 我们就不应该再让透口秀演员 在舞台上有任何话 这样会给观众增加接受的义务 所以在宁芳的态度倡导里面 观众什么都不能听 什么都不能接受 如果观众不能接受任何其他的观点 这个世界该是多么可怕的观点 我方恰恰认为透口秀的价值 就是让被冒犯的群体和第三方的群体 都可以对于社会现象进行反思 比如在Steven Amos的透口秀中 他嘲弄了赞比亚禁止同性恋的法律 演出结束之后 一个少年在找到他 告诉他他透口秀 让自己有了向家人出贵的勇气 另一个观众告诉Amos 他的演出让他本来非常 恐同的父亲 来源对于同性的看法 这就是我方认为 今天透口秀作为一种语言艺术 带给社会的价值 也是好透口秀应该追求的目标 谢谢 感谢正方二变 有请反方三变对正方二变进行质询二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对方便宜好主席好品味好 请问可以听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不是不是正方不需要试一下音 正方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同学 可以听见 可以听见您说 那我开始了 对方便宜你好 劝一下宁方的态度 宁方今天至少是应该倡导大家 相信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而不是说你也可以去相信脱口秀 不是 是不冒犯的艺术 对吧 我方没有听懂您方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的是作为冒犯艺术的脱口秀越来越多 而大家都去支持这样的脱口秀 对对对 你倡导大家接受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没有错吧 是的 好好 没问题 来 第一个问题在你的简直你的第一条逻辑 在你的理解里脱口秀是不是男人的艺术啊 如果您方可以论证出有男人的出现对脱口秀很重要的话 那我方觉得可以去认识 杨丽证明了一件事情叫做脱口秀这个行业里面男生非常的多 这个能不能说明脱口秀是男人的艺术啊 我方认为重要不重要不能够仅仅看数量来证证 可他们也很有价值啊 男人对脱口秀的贡献也很有价值啊 他们讲了很多有趣的段子啊 所以价值在于以及他和我方立场的冲突在哪里呢 不是 我用你的逻辑 他们也得了很多奖吧 他们也提供了很多有趣的段子吧 那这些都不是价值吗 那脱口秀能不能说明是男人的艺术啊 如果您方想用这种作为重要的标准的话 那我方觉得可以承认 我用的是你的逻辑 所以按照你的逻辑脱口秀也可以是男人的艺术 对吧 我确认你的态度 可以 如果它真的很重要 对好 那这个倡导 对于脱口秀行业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我们发现在脱口秀这个行业里面 你对女生怎么讲 你对杨丽怎么说这句话 我可以解释吗 可以 好 首先来讲 如果说我们在现实情况下真的发现 男性在脱口秀中做出的价值 要比女性要多的话 我方认为做出这样的判断 说是男人的艺术 并没有对女性作为脱口秀 所以也没有在舞台上发生有任何的抵押 确定吗 确定您方可以做证 来 换一个例子 微博网友是存在部分的网友是黑白不分的 所以微博网友是黑白不分的群体 也可以这样倡导对吧 因为他们是微博网友的重要部分 我方没有理解这个类比 可是他们对于微博网友没有价值啊 所以那些黑白不分的网友是没有价值的网友 这是在你的理解里是这样的 没错吧 我们觉得您方的判准到底是什么呢 对什么而言有价值 如果是对于网友是大家的讨论的话 那我方确实觉得它没有价值 我简直是你的逻辑 所以单靠论证很重要 或者单靠论证有价值 好像不能直接说明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再来看倡导这个地方 在你的理解里 就是您方说的那个价值是读 是放下敏感 让它觉得好笑对吧 这是你的那个倡导价值 我方的倡导价值是 在我方的倡导下脱口秀 冒犯脱口秀的艺术可以有更多的保留 您方说的好笑 可能是基于我方所说的学理的认证 就是我们大家这样去评价 你的那个学理其实跟 对对对 你那个学理结合你刚刚的反 结合你刚刚的内容成词 它真的达到的是反思的效果吗 它想的不是童话吗 我方没有理解是 好没有理解问题 我这么问你好 你让大 你希望大家放下敏感去感受快乐 可大家为什么要放下敏感 我方所说的放下敏感的学历 认知重评意思是你不再带有情绪化的输入去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事物 不是像您方说的童话 童话的意思是 为什么他不能这个样子 我客观的价值直接告诉你 为什么他们不能这个样子 重点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他们不能怎么样 我方没有理解你客观的认识一个事物难道就是给你洗脑吗 这之间好像还是有差别的吧 客不客观您方没有解释 所以论证到这个地方来讲 我方觉得您方至少要跟我解释一下 他为此放下的那个东西是有意义的 是有价值的 您方这一层论证才能完成 以上 我方觉得网友不分黑白的情绪输入 您方好像没有论证出价值在哪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文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7分37秒 反方时间所剩8分38秒 下面有请反方二变进行陈词二环节 有请反方二变进行麦克风测试 喂你好可以听见吗 声音没有问题请发言 好我开始说话开始几时 好谢谢主席 对方变友认为他今天的定义没有排他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定义的排他性好了 首先第一个点 对方变友你要不要去拥护你的立场 就像宁方在第一变稿里面所说的那样 你想要更多的观众喜爱 你想要更多的发声空间 这个时候你会去扩张的 你会去放大的 就比方说江财辩论队 拿宁方举的例子是升华价值的艺术好了 江财辩论队认为辩论是升华价值的艺术 那这个时候我会去跟更多的人说 辩论是升华价值的艺术 那我在校内培训的时候 我在校内选拔的时候 我会把升华价值作为前提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认为 那些没有升华价值的辩论 是一个不太好的辩论 所以这一条标准带来的结果 是一个不好结果的情况底下 这个标准就是一个坏事 那这个标准为什么坏呢 因为它以偏概全了 这个时候宁方告诉我说 以偏概全不要紧 我多补几条就好 我说辩论是升华价值的艺术 我说辩论是工坊的艺术 我说辩论是交锋的艺术 我多补几条就好了 可是你在传播过程当中 你真的会去补吗 就像我刚刚我方三变举的 那个例子也好 宁方承认说脱口秀是男性的艺术 你单讲这一句话出来的时候 你觉得微博上的那些 女性脱口秀的演员 没有受到冒犯吗 你真的觉得这句话 没有打压他们的一个发展空间吗 那这个时候宁方在后面补了一句 阔弧也是女性的艺术 宁方会补吗 这样子的补有任何的意义吗 这就是定义排他性的一个存在 第二个点 当排他性存在的时候 宁方拿冒犯作为 他的这个核心逻辑的情况底下 就会去挤压到 其他脱口秀演员的一个发展 就比方说我今天讲了一场 全是谐音梗的这个脱口秀 您就会觉得你这个梗好烂呀 一点冒犯都没有 肤浅垃圾 我就是不喜欢听你这种脱口秀 这个时候对于脱口秀演员 对于脱口秀观众 对于脱口秀来说 又是一件公平的事吗 您方跟我讲第二个点 告诉我这个伤害的这个东西 说脱口秀带来的伤害 我方应该坦然接受 应该更多的给他发生的空间 那好第一个点 伤害本身与他的价值 能不能起开来呢 您方跟我说拓宽视野 我拓宽视野我可不可以看书 我可不可以听新闻联播 我可不可以接受演讲 接受其他那些不含冒犯的东西 拓宽视野本身跟冒犯并不绑定 这是其一 第二个点 您方跟我说 他的价值来源于越过那条线 那么伤害本身 是不是也来源于越过那条线呢 您方说不提倡那些 反人类反社会的东西 可是反人类反社会 本身也是你画出一条线的时候 你又鼓励他越过线 那越哪条线 是你能说了算的吗 这是其一 第二个点 您方从认知重品告诉我说 我应该抛除情绪的因素 去接受那些东西 可是凭什么 我凭什么要抛除情绪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刚刚入职的一个新人我很自卑 我努力营造出自信的形象来 这个时候一个人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这么普通凭什么自信 然后旁边有人劝我说 你不要情绪激动 不要情绪激动 理智的看待这句话 为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脱口秀当中的冒犯 就要我理智去判断 别人指着我鼻子骂我的手 我可不可以带情绪进去 所以这个认知重品本质上就是给脱口秀当中的冒犯 加上了一层光环 而这个光环造成的话语权不平等 也是我方认为的一层伤害 这层伤害我们后续会去解释 以上 感谢反方二变 有请正方三变对反方二变进行质询二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对方变有好处是好 请问听得见我吗 声音没有问题 不好意思 因为我看到二变同学的网络信号似乎是一格 请问确定可以听得到吗 我可以听清 可以听清 OKOK 那么我发言及继续 对方变有你好 我简单先跟你确认一下 我如果倡导你要去当一个勇敢的人 那我可不可以同时倡导你可以去当一个谨慎的人吗 你两句话必须并识说 必须并识说 所以这两个价值倡导不互斥对不对 就比方说你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所以如果在宁方的论点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群体被冒犯了 一个群体感受到自己被冒犯了感受到自己被伤害了 我们就不要冒犯他对不对 当拥护跟勇敢跟谨慎起冲突的时候 来回到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有一个群体感受到自己被冒犯了 我们就不要冒犯他 这是宁方的第二个论点的逻辑对不对 对不对 我方说的是不要给冒犯套上一层关环 凭什么你冒犯我 我就要放下情绪 我就要宽容 那我可以确认 如果有人他因为我的冒犯而感受到了难受的情绪 如果我做的对 我依然可以去冒犯他对不对 你冒犯凭什么要我宽容 那这样子好了 我跟进例子来讲 今天塔利班的政府进到了阿富汗里面 他跟我说我禁止女性去上学 我讲脱口需要冒犯他可不可以 你冒犯我凭什么要我宽容 明白 所以宁方的态度是我不可以冒犯塔利班 可以冒犯 但是凭什么要他宽容 所以确认到这个地方 今天即使他感受到了冒犯 他有今天不开心的情绪 如果我的价值倡导是对的 我依然可以冒犯他 我接着跟您确认 所以在宁方的眼中 我方给你举的格莱美的那种脱口秀 给你举的Verdas他讲的脱口秀 在您的立场下面是不是就不要讲了 对不对 不是宁方的价值倡导凭什么是对的 这是其一 第二价值倡导 明白 所以我确认一下 我方给你讲的那几个脱口秀 是不是在宁方的立场下就不要讲了 对不对 我方从来没有说脱口秀当中不要冒犯 还是不要把冒犯上升为艺术 可以讲清楚了吗 所以打到这个位置 你看你自己也说了 我们要提倡不冒犯的价值 而我们也不排斥今天冒犯的价值所在 所以你自己的立场有所跳动 我接着慢慢跟您确认 所以我简单 我想跟您确认的事情是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你做一个价值倡导的时候 会导致某种极端的情绪 这样的避害存在 我们还要不要倡导这样的价值 不是 我什么时候提倡了不冒犯的价值和冒犯上升为艺术 这个东西起冲突吗 我方并不这样觉得 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宁方跟我说 当我去做了一件越界的事 可是宁方是在鼓励他越线 宁方从头到尾都是在鼓励他越线 那宁方画这条线的意义在哪 我确认一下 所以我允许大家去冒犯塔利班 等于我允许大家反人类吗 不是我方是在说等于吗 鼓励他越线这个行为 所以你方认为等于咯 你划了算 所以你认为等于吗 什么认为等于 我允许他人去冒犯塔利班 等于我允许反人类 这样的两个态度 您认为可以划等号吗 这个东西不得于 但是您今天不是在提倡 所以说我们确认一个价值 和确认把这个价值上升到极端 是两件事情以上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5分8秒 反方时间所剩5分22秒 有请评审对上一轮环节进行打分 请各位稍作等待 接下来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有请反方三遍进行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谢谢 实际上层面上 我方的立场是脱口秀中的冒犯 只是它的众多幽默技巧中的其中一种 我们以它来代表脱口秀 是典型的椅片概全 因此我方觉得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 那在一遍稿中 我们有向大家证明到 实际上脱口秀还有其他的技巧 那我们这个时候补一个在艺术效果上 宁方认为得了奖就是好的 那我方补两个 第一个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台柱秀 台柱秀金业秀 以明星访谈和游戏为主 温和的走亲民的路线 没有冒犯 在2014年几米一忍 就拿到了当时的最高收取率 第二个是艾伦秀 第77届的金球奖 金球奖获奖 并且是艾美奖的提名 它就是一个包含明星访谈音乐 见赏的一个拉加场的线 没有宁方所说的那些冒犯的吐槽和问题 因此按照宁方的逻辑 我们结合刚刚的实然判断的话 是不是既可以推出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也可以推出脱口秀是不冒犯的艺术呢 那在这样的推导下的话 宁方这样的实然逻辑有什么价值 那接下来到阴然侧面 阴然侧面我方的意思是 强调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是件坏事 这个时候正方唯一的回应叫做 在辩论这个历史上导致没有挤占的原因 是每个人相信的辩论样子是不一样的 有黄之中相信辩论是说服的艺术 有胡锦彪相信辩论是对抗的艺术 因此才能达到宁方所说的和谐的结果 和宁方今天的立场是什么 宁方今天的立场是倡导大家都相信 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这个就会导致我方所说的那些伤害 感谢反方辩手 有请正方三辩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请正方三辩进行麦克风测试 您好 请问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马上自由变了 我们今天解清一下战场 首先我们聊一下双方实验层面上面探准 刚才智选已经跟大家确认了 当我们肯定一个价值它有意义的时候 不代表我否认其他的价值 两个价值之间先天不互斥 甚至我刚才提了勇敢与谨慎 这两个可能感官上有些互斥的这两个价值 我们依然发现他们都是可以进行同步倡导的 所以在今天我们讨论脱口秀 是不是冒犯的艺术的时候 我们和对方今天本质的分歧 根本不在于冒犯的价值与不冒犯的价值 孰高孰低 我们真正去产生分歧的是 我们今天要不要肯定冒犯的价值 这一点我方实验层面已经跟大家解释的很清楚了 今天这个冒犯能给脱口秀的表演 带来给观众的喜爱 也可以获得 也可以使得脱口秀获得相应的荣誉 也可以使得今天的脱口秀 推动相应的社会价值 这是我们今天告诉大家 我们需要肯定它的东西 OK 食安层面解决 我们来聊一下 阴然上面价值层面的比较 对方便有在守之的时候 口口口说我方推的避害 不会因为极端导致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他今天跟我们讲调侃汶川地震 他们今天给我们扣反人类的帽子 但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只要去做一个价值倡导 都有可能演化出极端 而极端所带来的避害 根本不应该是我们否认去做这样价值碰倒的理由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倡导爱国 我们在支持国货 抵制日韩货的时候 当年出现了砸车砸私家车 砸相应的日货商店的这样的现象 难道说我们今天就可以不提倡爱国了吗 这一点是我方今天学的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接下来第二件事情 我方承不承认今天我们倡导冒犯的艺术 可能会带来有人越线的结果 第一件事情 会这样的倡导会带来多少 宁芳有没有矩阵 我方看到是现在即使不倡导 似乎也有越界的人 所以这样的避害到底有多大 麻烦宁芳论证 第二件事情是 我们看到在现实当中 由于脱口秀演员 他们对于今天自己观众的这样子的取向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克制好自己 防止今天宁芳所说的避害发生 以上小杰先到这里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2分53秒 反方时间所剩3分47秒 有请评审对上一轮环节进行打分 请各位稍作等待 感谢观看 接下来是自由辩论环节 有请正方先发言 好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我方今天在前场提过一个Verdos嘲讽其他宗教时的 大家开阔视野的例子 所以我想知道这样子的冒犯的脱口秀 在反方的立场下 您方到底支不支持 我方是不支持 我方从来没有否认冒犯的价值 我方只是在否认冒犯神话 好 您方谈极端 在以前宗教极度压制的情况底下 第一个划破黑暗的人 在当时的社会就是一个极端的人 这样子极端的价值您方吃了 那极端的避害您就不吃了 对吧 所以我方先确认到这里 您方也认同今天冒犯的价值 这个地方我们先达成共识 我接着跟您确认 所以今天一个价值 它可能导致极端 这样的价值我们就不提倡了 这是您方的态度吗 是在提倡之前 我们要清晰的看到 它有多大可能导致极端 在砸别人车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一味的强调案 回到您方刚才那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价值 是我方只倡导好 任何的坏的我都不看 那是不是脱口秀也是抬杠的意思 如果你抬得好特别漂亮 抬得坏就是极端我不看 所以宁方今天要推避害 那我确认一下 宁方认为我们今天倡导完冒犯的艺术 和现状下会多出多少个极端的脱口秀 有没有数据 那宁方也没有数据 是 宁方今天在鼓励什么 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宁方也没有数据 举证会开阔多少事业 对不对 你如果要求数据 你必须也举证数据 开阔多少事业 你举证不了 我先来来问你之前例子的问题 辩论是交锋的艺术 是不是说明了没有交锋 就不是一场好辩论 换言之你倡导爱国 那不爱国的就不是一个好公民 所以宁方的价值也没 一场没有冒犯性的脱口秀 是不是就不是好的脱口秀 所以今天对方的态度很奇怪 宁方这样子的极端护斥 只不过是您自己加出来的前提 为什么今天一个辩论当中 没有交锋 就不是好的辩论了 非常奇怪 我接着跟你聊 所以的话 您今天给我 所以的话 我们倡导爱国 是不是按照您的逻辑 我们是不是要举证一下 有多少人因为爱国获得了好处 或者国家因为倡导爱国 获得了多少利益 不是 是您方这样 既倡导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也可以倡导脱口秀是其他的 比如说谐音感的艺术 也可以是其他的正装的艺术 什么的话 你这个强调本身有什么意义吗 我方今天所以在这个地方先解一下今天双方的论证义务 当我们倡导某个价值的时候 我们今天不会去统计这个价值 在实际社会当中到底引发了多少效应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一个价值它极端所导致的避害 不能否认我们今天倡导这个价值 先解到这个地方 所以接着给您确认 宁方今天认同冒犯的价值 对不对 对方便有 宁方今天倡导的是越线 这个时候我越线了 我反人类我反国家了 你又跟我说不要越这条线 宁方到底是想倡导什么 所以在对方的眼中倡导冒犯等于反国家反人类 宁方麻烦论证一下有没有 我方不是 是您为自己想说的 其中有一部分东西是你这个倡导底下无法克制的 你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们倡导爱国也有人去砸车 也不可以克制 这个地方已经聊干净了 截掉 我方今天跟你确认的东西是叫做 所以我们认同冒犯 为什么一定等于越线 有没有论证 这个逻辑带来的大概率的伤害 宁方不看 那往下看 宁方的边界再拿好了 这个时候中国人抨击美国可以接受 美国人抨击中国的时候 你作为中国人是不是也要劝自己放下情绪 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抨击 所以他喷击我们合不合理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情景 东亚并出了 没有办法判断极限在哪里 那个讲汶川递增的那个例子的时候 他自己以为特别好笑 你是事后评判 你不倡导 可是你事前倡导大家把冒犯更多的时候 宁方是论证不了冒犯带来不了伤害的这个问题 事前倡导大家要爱国的时候 也确实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去砸车 难道我们就不倡导爱国了吗 极端弊害我方已经解掉了 接下来确认宁方态度的问题 所以宁方认为Verdas这种讲印度平权 讲大家极端宗教信仰不好 引起大家反思的段 我们到底应该讲 好 对面有的判断标准 放不放弃情绪的判断标准 变成了这个东西合不合理 那对于美国人来说 病毒是从中国来的 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就是合理的 对于我来说就是不合理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拿起我的情绪 我不放下情绪可不可以 我方今天非常清楚地跟大家讲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今天希望的是保护现有冒犯的这部分价值 所以我方接着跟您聊的东西是 所以如果一件事情冒犯可以做得到 其他人做不到 我们冒犯的价值要不要保护 保护价值为什么一定要上升到艺术 这个东西您帮后续认证 第二个点冒犯带来什么独特性 只有冒犯能做到的 您帮后续讲 接着回应我刚刚那个例子 是不是说当我认为不合理的时候 我就可以拿起情绪 那所有冒犯到我的东西天然 我就是觉得它不合理的 普学信那个例子也好 我就是觉得不合理 那您帮这个提倡有什么意义 来 首先我方认识重听 当中只要您今天有情绪 你就不应该让大家在舞台上面说话 即使今天塔利班看到脱口秀演员不爽 我们今天也不应该去冒犯塔利班 这是您方的逻辑 接着我方给您论证独有的价值 所以我想可以跟您做一个比较 今天在杨丽讲男女议题之前 男女议题之前有什么样的脱口秀 引起了同等样的社会议题的讨论 我方不上升到艺术不代表不要讲 辩论不是念稿的艺术 辩论不需要念稿 所以您方今天为什么上升到艺术 就按您方说的 杨丽女生不爽 可以说男生凭什么普学信 可男生不爽 能不能发出自己的言论 现在秉持着脱口秀 就是冒犯的艺术 那些嘲笑那些生气的男生 你不懂脱口秀 哈哈哈哈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这种情况要不要看 保护了演员的权利 要不要保护普通的观众 你方承认了冒犯的价值 你方承认冒犯的脱口秀要讲 但又告诉我说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 请问你方态度到底是什么 你不要去保护那个冒犯 很简单 杨丽骂我 我可以带着情绪骂回去 而不是像您方所说的拉偏价 杨丽可以带着情绪输出我 我就一定要放下情绪 理性看待 凭什么 没关系 所以说您方承认了 所以有多少的脱口秀演员 在得知自己讲的是冒犯的艺术以后 他就冲上了台去 不做任何的艺术修饰 去指着底下的观众鼻子骂 有没有相应的例子 对方同学 如果你要求我方给数据统计 您方有没有给出多少的冒犯的数据 是像您方说的那样开阔事业 在这种没有指标的屏幕里 你不能只要求一方给数据 现在退步 您方说要更宽容 可是凭什么宽容 杨丽又骂男生 又伤害每个男生的方式 收获自己年薪几百万几千万的方式 我还不能生气了 凭什么 不要紧 所以您方难解 我方今天告诉大家的事情是什么 在没有今天讲这些激进的观点 冒犯的观点的时候 男女一提 似乎从来没有获得像杨丽那样的关注度 第二件事情是 今天我们一个脱口秀演员 即使知道了自己讲的是一个冒犯的艺术 他也不会拿着这样的挡箭牌 去指着观众的鼻子骂 这样子是不符合他们的行为逻辑的 所以我方想知道的事情 您方既然要给我方扣这样的避害 您方得告诉我 它为什么会发生吧 但事实的结果就是 那些观众 那些指责的那些男性 那些受伤的男性被指责是玻璃心 而杨丽她是脱口秀的艺术 这就是结果 所以我们认为 有男性在脱口秀场子上吐槽女性 也没有问题 谢谢 再次感谢双方变手 有请评审对上一轮环节进行打分 请各位稍作等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分楼 感谢观看 最后进行总结陈词环节 根据赛前抽签的结果 首先有请正方四变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请问可以听到吗 因为这边网络好像有点不稳定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那说话及及时 感谢主席问候赞养各位 首先来摘掉 都没有扣给我放第一顶帽子 他方说我方今天唱倒拓 说是冒犯的艺术就一定会导致极端 就一定会导致那些过分的过激的行为 可是坦白来说都没有 今天我们倡导一个人爱国 意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倡导他 去做一个满服 去做那些砸日本车的人 所以我们会发现当一个价值倡导 可能带来一些极端的后果的时候 并不能否认该向价值倡导的正当性 而同时在脱口秀舞台上 我们也会发现演员是因为 要跟观众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 他才可以活下去 他才可以有饭吃 所以演员本身自觉的就会控制住自己冒犯的尺度 所以极端这个帽子我方不吃 接下来宁方跟我说 我方会形成一种叫做所谓价值的极章 可是坦白来讲 静宁方辩论的例子 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有时候会夸一场比赛 好有交锋 辩论是交锋的艺术 我们也夸他另外一场比赛 天哪这场比赛好有内容 辩论是内容的艺术 我想请问你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们究竟挤占了谁 挤占你方也没有论证 最后你方跟我说 让那些说觉得杨丽不对的人说不出来 可是坦白讲到这里为止 你方今天自始终只有口糊 我方发现如果我们倡导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我们肯定了冒犯的价值 如果今天你觉得杨丽说的不对 你也可以上脱口秀的舞台上 讲一段冒犯的脱口秀来回击他 所以我方发现你上三点举证通通不成立 我方现在实言成胜 成面上已经跟你论证了 为什么脱口秀就是冒犯的艺术 因为我们会发现对于脱口秀来说 冒犯非常的重要 在学理上 我方运用亚里士多德和陈贝斯的理论 告诉你 观众会因为冒犯在脱口秀创造的视差 而感到搞笑 同时脱口秀演员 Josh Carlin充满冒犯性的双场 也获得了极高的荣誉 我二我方同样认为 应该评价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是因为这样的价值倡导 能够让脱口秀演员 拥有更多创作和发生的空间 由于认知同频这样的心理学机制 我们可以对脱口秀当中传达的观点 做出更加客观和理性的判断 观点本身也可以更好地被接受 就像印度脱口秀演员 Verdas用男女关系 类比了信徒和宗教的关系时 有观众真诚地感谢到 Verdas的脱口秀启发了自己 所以会发现 回顾脱口秀的历史严格 无论是从最初的美国脱口秀 到今天的综艺节目 脱口秀的冒犯一直以来 都有难以被替代的价值 在今天某些固有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深深露映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冒犯本身恰恰就凝绝着 这些推翻这种霸权式的共识的力量 在今天只是只有一个女生觉得 我们今天的社会对待女性 是不是太过于苛刻了一点 也不是只有一个信徒想过 宗教的概念真的有如此的僵化吗 可是就像皇帝新衣的寓言一样 没有人敢于戳破说 我方觉得哪里不对 我觉得太奇怪了 我觉得女生受到大于不合理 我觉得宗教观念可以有所改变 而冒犯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力量 她可以尝试去拖一拖那些牢目可破的偏见 那些极其强硬的霸权 在每一个人们犹豫和不解怀疑自己的时候 告诉你 你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 而我们会发现这些事情原来是不对的 这是我方今天说脱口秀 冒犯在脱口秀中的价值 谢谢 感谢正方辩手 有请反方四辩进行麦克风测试 可以听听我的声音吗 我是反方四辩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的 在总结整场比赛之前 我先摘两个帽子 对方同学在截变的时候告诉我两段呼吁 第一段历史严格 可是历史严格从来不证明任何事 相声最开始有一些黄段子 那黄段子难道是相声现在是黄段子的艺术吗 不是对历史怎么样不重要 它现在的发展怎么样还重要 第二点 他说呼吁呐喊 告诉你 你不是一个人听着特别感人 可是为什么要用冒犯的方式呢 你在微博上抒发自己的心声 你在小红书 你在各种社交平台 你看电视电影你看政筒发挥的演讲 你都可以 你要微光吸引 微光的前提是你的微光不要刺别人一刀 你刺他人一刀的时候怎么吸引别人 这是两点 我们来总结整场比赛 整场比赛对我而言只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在这种价值下会不会有排斥 对方同学举了一个例子 勇敢和谨慎 可是勇敢和谨慎 不天然之排斥 你知道吗 没有不勇敢 可是如果你说人就是勇敢的 那这个时候就在排斥勇敢的人 换言之 我方今天辩查所有脱口秀的渠道 有些如你所言冒犯做得特别好 有些如我所言 幽默做得特别好 温馨做得特别好的时候 你总不能说 我既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又说脱口秀是不冒犯的艺术 我什么都倡导 尼方如果讲什么都倡导 那就代表什么都没讲 因为冒犯如果如你那么好 你所有东西又都倡导 尼方没有收到它的价值 所以您举的所有的例子 辩论是内容的艺术 辩论是交锋的艺术 换言之 一场完全没有内容 完全没有交锋的辩论 我方认为不是好辩论 尼方非要跳 我没办法 所以第一点会有排斥 那就进入到第二点 脱口秀的多元发展 我方认为脱口秀 以目前如今之大的这个群体 完全不应该用一种冒犯的内容 来限制它的横延 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 如辩论跟说服 没有说服就不是好辩论 没有冒犯性 一整场没有冒犯性 那就不是好的脱口秀 这样的方式来限制脱口秀 因为我们还应该看到其他的光 您要包容脱口秀演员的时候 能不能包容一些 那些不是特别希望冒犯的脱口秀演员呢 有的人如您所言 希望在脱口秀中看到比较暴犯 比较刺激的伤害 那就可以 那有的人希望在脱口秀中看到比较温馨 比较解压的状态 为什么他们的想法天然是低于宁方的 为什么脱口秀不是不暴犯的艺术 这一点是宁方没有解释的 再来一层 对方同学说今天我们要保护 我们要宽容 我们要怎么样 我负着那个脱口秀的语言 可是我讲一点 比宽容更加重要的是 我为什么要宽容 如果有人走在路上 无缘无故打了你发掌 我们是不会宽容的 我们会站起来 我们会反抗 对不对 所以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 杨丽他用自己收获流量的方式 用冒犯所有男性 揭开男性双发 嘲讽任何男性的方式 收获自己的流量 自己的物质 年收入上千万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资格讲一句不 我们有没有资格说 你不是艺术 我讨厌你的说法 我反对你的说法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骂了我 我完全有资格 可是宁方非要给脱口秀定下 冒犯的艺术的这一层外衣 所以他是艺术 他的行为是艺术 他具有了正当性 如果宁方不想说他有正当性 那宁方那些 就是冒犯的好处也收不下 如果他有了正当性 那我怎么回呢 所以我们看到 理论上是这样 现实层面秉持着脱口秀 就是冒犯的艺术的阳丽的粉丝 在微博底下 对那些表示不满的群体 哈哈哈哈 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哈哈哈哈 急了吧 你就这点玻璃心啊 可是凭什么 凭什么 你是演员 你要靠这个吃饭的时候 你可以让渡自己一部分价值 我一个普通的观众 我为什么要成为你艺术的献祭品 对方同学跟我说 那你也可以讲脱口秀 这符合常识吗 能讲脱口秀 能上电视 能够微博粉丝百万的人 本身就是极少数 我们话语圈 如此不平等的情况下 还要给他一层艺术的外衣 来限制我们的话 让我们每一个正当的群体 选择就是不懂艺术 这是霸凌 这绝不是艺术 感谢反方变手的总结陈词 至此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 有请评审填写第一轮印象票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杨晨雪学姐的背景 倒过来了 请学姐再进行调试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发表里面 在音乐 再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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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晨雪女士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1比2 反方暂时领先 现在有请各位评委给出锁头印象票的原因 首先有请邹文琪先生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各位好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这场比赛呢 我在我理解下 正方到了比赛的后期 在应对的很多的攻防 对于这场比赛的胜负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在我这里没有办法拿到票的原因 正方到了比赛的后期 一直在解释一件事情 当然这个解释也不全是正方的责任 是因为反方也的的确确没有中断过对这个问题的干扰 就是反方再说 正方你会越界 所以你会出现很多很极端的事情 然后正方就在解释 正方三变的质询小结 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解释 为什么冒犯不一定会越界 倡导冒犯不一定会越界 类比于爱国砸车 不代表不要爱国 结变的时候也在说冒犯不只是极端 可是在我看来这件事情 对于胜负 一点影响都没有 真的是一点点影响都没有 谢宇博士在辩论培训的时候 讲过一件事情 说要打仗了 双方两军对垒 忽然在一方的阵营之中 跑出来一只小猪 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另外一方就开始去追那只小猪 然后这一边一看 不行啊 这只小猪不能抢走啊 于是也冲上去打 双方就忘了自己真正想要胜负的东西 为什么这不是胜负的关键呢 第一反方想要正成 不是冒犯的艺术的两个论点里 丝毫在逻辑线上没有任何东西 跟冒犯会不会引发极端有任何的关系 反方第一个论点是冒犯会排挤其他元素 第二个论点是冒犯会伤害观众的话语权 所以他跟极不极端没有任何关系 他的所有的好处都只是在认定 如果我们倡导冒犯以后 哪怕冒犯是好的 他也会带来的某些东西 比如说几站等等 好 那回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端的这个战场呢 这个战场在我看起来来自于正方 我也不知道是正方可能是写论的时候 找了这么一句话作为论据 但是没有真的觉得这句话很合理 只是觉得这个论据往里放的也挺好 以至于正方也没太记住自己有这个论据 否则的话要我认知一下 正方早点承认 我把这句话丢掉 你不要再聊了就好了 因为正方论据里确实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脱口秀叫做我要去找出边界 并且故意去跨过它 这是正方在利论里的原话 于是反方才会说 你看你找到边界跨过这个边界 有没有可能你就会伤害到人 你就会做得很极端 然后双方花了不少的力气 在争这个极不极端的问题 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影响胜负的原因是 我觉得这正方的第一个论点 反方并不需要这个说正方没有办法达成 这体现在交锋中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正方会在很多时候问反方 说那请问你这种获奖的又冒犯的脱口秀 在宁方看来就不要了吗 这种宁方就认为它没价值吗 可是你知道反方每一次的回答都很清楚 叫做我认同它有价值 我也没说不要它 所以再在这个脱口秀究竟有没有可能去伤害别人上 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了 到这里正方就可以直接收掉 所以你也认为它有价值 只是反方我也觉得至少解释过三到四遍 我方认同它的价值 我方只是认为不要上升到A是B的艺术的这个判定上 所以这场比赛最关键的核心判定在 究竟有价值足不足以判定到A是B的核心 这也是正方想要判定的东西 那这里差一个别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这个遍体的正方很难通过占便宜 这个属手两端的方式去赢得这场比赛 就是你又要认同它有价值 你又要同时包容其他的东西 又要同时这个告诉我 我也只是认为它有价值 别的东西也很有价值 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我觉得是蛮难的 因为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反方指出 当然也就罢了 可是这场比赛的反方 在我看起来 反方三遍的那一轮质询之中 已经闺谬的比较清楚了 叫做按照您方逻辑一下 破口秀是不是男人的艺术 那经过攻防之后 反方再说啊 你看按照你的逻辑 男人也得了奖 男人也提供了很多 有价值有意义的段子 所以破口秀是不是 就是男人的艺术呢 他在说的是 按照你的逻辑 如果B在A中有价值 那么A就是B的艺术的 这个逻辑的话 也会得到一个结论 叫脱口秀是男人的艺术 可你要知道 到了这句话之后 虽然正方有嘴硬啊 正方二边在反方问道 可是这样倡导 会不会伤害到女演员 正方二边说 我觉得不会 但问题不就在于 闺谬的意义是在于 他不需要正方回答 他会让评委来判定的 所有的闺谬 包括黄之中的闺谬 说你看看这个 请问你 按照您方正相关的逻辑 休息和养病之间 有没有正相关 对方也嘴硬了 没有正相关 可是这个时候下面的评委 和观众就会笑 原因是这个闺谬已经成立了 所以回到这件事情 回来再说这个东西 一般来说 我们说A是 某个东西是男人的艺术 某项活动是男人的活动 某个这个工作 是男人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在语境上超像是 我们会觉得 女人来干这个不够适合 对吧 比如说假设说 举重是男人的运动 或者拳击是男人的运动 你就会发现了 好像说 我们就在说的是 女人来做没有男人适合 好像确实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我到这里 我已经认同这种 闺谬的合理性 紧战的合理性 当然当然 正方可不可以聊 可不可以聊 因为B在A中有价值 所以我就能判定 A是B的艺术呢 可以 但这个时候正方需要有个 极强的论证义务 这个论证义务叫做 你要论证 为什么这种极低的论证成本 在今天这场比赛中 是有意义的 所以正方可以这么补 就是 在现实社会中 脱口秀的冒犯 已经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以至于脱口秀中的冒犯 已经岌岌可危了 那么我需要为之证明 我才会强调这句废话 就是冒犯在脱口秀中 其实是有价值的 否则这不就是一句废话吗 可是这句废话 为什么在当下很有意义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来论证这句废话 原因是 当下人们都已经不这么认为了 当下都在排斥脱口秀中 冒犯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们需要为它证明 除非正方能这么做 简而言之 这里给双方 给所有辩手的建议是 如果你想要极低的论证义务 那你就要告诉大家 你就有很大的义务告诉大家 这么低的论证义务的 论证意义何在 反之一般来说 我们会倡导辩手 要承担起自己的论证义务 否则的话 虽然在我的判准下 如果对方不指出 你也就可以过 但这几亿被对方指出 在我看来这场比赛 就有被反方 在男人的那个闺谬上有指出 就是你这么低的论证义务 在你这个论证义务下 有什么意义呢 而这种挤战 难道不是成立的吗 按照你的这个简单的逻辑 可以得出很荒谬的结论 那你这个论证义务 好像并没有完成 脱口秀是不是冒犯的 艺术这么高的论证结论 基本上是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到了这件事情之上 就会变成了 正方只是正成 必在A中有价值还不够 按照反方的说法是 正成了这个有价值 你不应该去倡导它 因为它有价值 你认同它有价值就好 你为什么要说 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呢 于是如果你这么说 你就会带来排挤 那正方也有问到反方说 为什么会排挤呢 而反方举的例子 叫做如果说辩论是说服的艺术 那么我们就可能会排挤 那些非说服的辩论 正方说不排挤啊 那辩论也有可能是对抗的艺术啊 反方第一次的这个 对这个东西的回应是 应该是反方的三变 我不太记得 反方二变还是三变 他大概意思啊 反方二变 反方二变说 可是如果将才辩论队是 升华价值的艺术 认为辩论是升华价值的艺术 那我们在辩论队选拔的时候 就会减少很多非价值 就是不使用价值升华的 很多队员的选拔 在训练的过程中 也会加强对于价值的训练 那就会产生排挤 我认为这里 其实已经够合理了 那后面正方大概有一个说法是 你看你这是 只是你们队伍是这个样子的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不太合理 因为你要反驳它 你要反驳它的逻辑 因为我觉得反方在讲的 不是真的要讲 它是这个队伍 他讲的是在一个领域内 如果我们有一种 共同的认知 我们就会趋向于这种认知 从而减少其他非 就是我觉得前面 反方有一个说法 大概是 必和非必的关系 就是如果冲突 就反方一变在解释的时候 打首支的时候有说过 就是会排挤非必 就如果冲突的情况下 它会产生排挤 当然它不会排挤 不冲突的东西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认为辩论是 这个说服的艺术 你大概会排挤的是那些 非说服的辩论的风格 可是你不会排挤的是 辩论要带领带这件事情 因为这两个不矛盾 大概是这样一种东西 那即便如此 大概反方又还有后一层说法 就是反方三变在这个 质询小节里也有个说法 他叫做辩论 之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排挤 是因为他的确是不同的人 相信的东西不一样 黄之中相信辩论是说服的艺术 胡建标相信辩论是这个交锋的艺术 但是如果您方倡导 大家都相信辩论是某一种艺术 那就会产生这样的排挤 我觉得这两种解释 在我看起来都很合理 所以排挤应该是成立的 所以我会认为 这也是为什么我再强调一遍 我会认为这个比赛的正方 很难通过占便宜的形式 就是脱离自己的论证义务的形式 来完成这场比赛 蛮难的 因为这场比赛 你想要完成冒犯的好处的证明 你就要承受某些弊端 我举个例子 也是这场比赛 哪怕是在这个标准 我认为反方有拿到 排挤有拿到的情况下 依旧还有一层交锋 这层交锋就是正方的第三论点 正方第三论点叫做 我们要让观众有一种心理的预期 这样的话会减少对于冒犯的脱口秀的这种敏感度 就是所谓的放下敏感 那反方也一直在攻击这个点 反方的说法是我凭什么要宽容 好了 这个地方正方的回应也是偏移的 就是正方经常会说 那可是难道您方认为 我们就不应该批评这个纳粹吗 我们就不应该批评什么ISIS 我们就不应该批评什么什么什么 这都不是对反方这层回应的回应 反方的说法是 大概我可以翻译的更直白一些 凭什么脱口秀演员有冒犯我的自由 言论自由 而我却没有敏感的反对他冒犯我的言论的自由呢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听起来超合理的 就是凭什么脱口秀演员 宁方觉得应该赋予他自由来冒犯我们 而被冒犯的我们 你在宁方提倡下 我们就要放下敏感 虚心接受 我就不能自由地表达对他的不满呢 这听起来也超合理的 可是正方你今天要承担的论证义务不就是这样 你的论点也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正方不要再占便宜 正方要说的事情就 就是要解释 凭什么你就要宽容 当然这个宽容的具体形式啊 就是就是他可以是 你可以不认同脱口秀演员的观点 但是你不要谩骂他 或者是别的东西都OK 但正方你在这个逻辑下 在你自己的论点延展下 你也一定应该告诉评委是 凭什么观众应该放下敏感 或者放下敏感是有好处的 比如你告诉我的是 这个观众如果不放下 哪怕你最简单的解释是 观众如果不放下这种敏感的时候 有一个应该是有这样的激励 人就会陷入到情绪之中 而不会关注他真正传递的内容和意义 所以我们提倡观众要放下这种敏感 我觉得是OK的 又或者你可以说很多其他的东西 你比如说这种 这就是这种言论自由的边界 就是你可以在特殊的舞台和特殊的场景之下去 表达想说的东西 而离开脱离这个场景之后 如果人会受到因此受到谩骂的话 那就人在很多时候就不会有很多这种表达 比如郭德纲常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凭什么在那个电影电视剧 在那个舞台上大家都觉得是假的 一到我这你就觉得我是真的 就开始骂我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说法 你可以往后去圆 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 你就应该有一定程度上的宽容 这才是对脱口秀 或者是对于这个社会更好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正方的确应该积极论证的东西 包括前面那个东西 就是为什么这个冒犯有价值 我觉得认证是不够的 正方确实要论证的就是 我们要倾向于让越来越多的脱口秀的活动有 当然这不是大陆我的判准 我只是给建议 我觉得这个题的正方可能要论证的是 脱口秀应该是越来越冒犯 或者比如说反方说的那些 单纯的开心的那些脱口秀 正方可能要觉得那些脱口秀少点也没啥关系 可是冒犯的脱口秀少了 在我们看来才是这个社会的损失 又或者是那些开心的脱口秀 我们也认为它应该逐渐转移到 带来一些社会意义上等等等等 我觉得都可以 但我觉得是正方你总有一种论证义务 否则的话在这场比赛看起来 就会正方到后面就变成了 我方觉得之所以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是因为在脱口秀中冒犯有其价值 那就会陷入到反方所说的那个闺谬上 那辩论之中念稿子也有它的价值啊 难道我们会说辩论是念稿子的艺术吗 这确实很奇怪 因为当你这么说的时候 当你自己也觉得你要去倡导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告诉我 它的价值比其他的价值高在哪 或者它的价值在和它有冲突的那些状态下 为什么它最好 我觉得这应该是正方的论证义务 当然还是那句话 在我的判准下 正方完全可以不承担所有这些论证义务 只要反方没有进攻 或者反方的进攻 能够被正方合理的解释 但在这场比赛里面 我是觉得反方的进攻在我听来都是合理的 反方的闺谬也好 反方的这种关于排挤的说明也好 我觉得都合理 那唯一一个反方没有解释的很好的地方 就是那个提倡勇敢和提倡谨慎 正方三变给出的一个类比 就是可不可以并行 当时反方二变的回应是 他觉得可以并行 但他有一个后面一句话 但正方三变没让他说完 反方二变的说法是可以并行 但冲突时然后正方就打断了 我不知道反方想说的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但我觉得这个回答其实是不太够的 因为我觉得在反方的立场一致性的状态下 反方应该给予的回答是 这两个当然是不太能并行 或者说并行的时候是会有伤害的 就像就是有很多东西 你把它放在一起 比如说火和冰块放在一起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它不马上融化 但是会互相伤害 那你要告诉我的 可能你要更多的解释 就是为什么 比如我们说提倡一个人勇敢的时候 不会是凭空提倡 肯定是这个人 他在某件事情上愁愁不前的时候 就是他在谨慎的时候 我们才会提倡他勇敢 反之 我记得有个非常经典的 孔子的一个片段 英才诗教 就有一个弟子来问他 是不是想到一件事情就要去做 孔子说是 过了一会儿 又一个弟子来问 是不是想到一件事情就去做 然后孔子说不 怎么能这个样子的 你不要考虑你的父母吗 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问孔子 你怎么能不一样的回答呢 孔子说 对于前者来说 因为他是一个太谨慎的人 所以我希望他勇敢一些 后一个人 他本来就是个莽撞的人 所以我希望他谨慎一些 所以这两者本来是有冲突和矛盾的 我方认为 我们不应该一概而论 认为人应该勇敢 我们只能提倡 A这个人勇敢 但我们不应该认为 人应该勇敢 或者说勇敢是真爷们 如果是这句话的话 那么就会伤害到那些 本来就很莽撞的男性 他们就有可能因为这种倡导 而更加有恃无恐的去勇敢 那就会带来很多逼的 我觉得反方正常解释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么解释的 但的确在提倡勇敢和提倡谨慎的 这件事情上 我认为反方的解释是不够好的 不够好的 反方在节便里 大概的说法也是 这两个东西不算矛盾 我其实我没有太看明白 为什么这两个东西真的不算矛盾 这是基本上 我看看 大概的内容 然后来看一下反方 所谓的价值 也是和正方第三论点 像冲突那个东西 就是为什么要 给观众话语权 就是正好和第三论点冲突 就是为什么要让观众 有批评这个脱口秀演员 冒犯他的权利 那反方反倒是有给出现实意义 他说的是杨丽的那个脱口秀下面 有人说我这样怎么了 然后其他人就说认真你就输了 他确实有看似有受到压迫 和话语权的挤占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不一定就是不合理的 就是这种话语权的挤占 就不一定是不合理的 因为正方完全可以说 对呀 你本来就不应该天生产生对立感 你要思考他所说的东西 在你看起来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 比如你只有抛开情绪之后 说不定你就可以知道 你应该更努力 成为一个不那么普通的人 才能够承担起 什么什么家庭责任 但我不知道了 因为我不是很了解 杨丽说这句话的前面那一大段 究竟是要表达什么意思 但我的意思是 正方你要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你要么就告诉我说 为什么在这个状态下 受到更多压迫的 不是这种男性的 回铁的男性 受到更多压迫的 反而是杨丽在内的 这些脱口秀演员 他们已经举步维艰了 我们应该为冒犯证明 也可以 但这场比赛里 我都没有看到正方 对这个问题 这个价值的太多的对抗 所以这场比赛在我看起来 我会判给反方 好 以上是我的评判 谢谢 感谢周文琪先生 下面有请夏宇轩先生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喂 各位好 声音可以听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的 谢谢 这场比赛的判断 我认为首先在印象票上 我是给到正方的 但是我的胜负票是在反方 我来说一下这两个分别的理由 我觉得我的胜负票在反方 主要的原因是 正方有一些东西 没有能够特别好的 让我能够接受到幸福的程度 比如说 正方对于这件事情 只要承认冒犯有价值 就可以得出冒犯应该被视为是 脱口秀应该被视为是一种冒犯的艺术 我会认为这个正常的解释的效力 确实会比较低 然后即便是在这个正常标准 我可以接受的状况之下 正方对于脱口秀本身当中的冒犯 存在价值的解释 本身前半部分指的是 他能够获得观众的喜爱 是由于视差等等一些的激励 比如在古典时期的喜剧 可能有什么什么样的激励 这部分我是有接受到的 但是我觉得在反方的挑战之下 比如说念稿这件事情 有可能会让我们辩论的表达 效果变好 同样的也会有这个效果 也可能会获得很多评审的喜爱 因为有可能你念稿的时候 可以引经据典 可以有更好的论剧 那是不是可能会获得观众的喜爱 但不代表这件事情在应然上 是应该值得我们艺术这样的肯定的 所以我会觉得正方前半部分的 对于他这个东西 对于脱口秀有价值的论证 我认为是有被反方挑战到的 而正方后半部分 那关于除了他能获得观众喜爱之后 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正方后半部分的举证是 他觉得这件事情能够拓宽视野 能够带来改变促进话题的探讨 可是这部分 我自始终我可能听来 就只有一个例子 就是关于这个宗教反思的例子 可是关于这个宗教反思第一 他到底是说了什么样的话 从而改变了一个怎样的群体 这个背后的改变 和反方所举出的那个例子 就是听到杨丽的脱口秀之后 更不愿意去反思 更不愿意去探讨 这两个例子之间 是正方如何做比较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正方想正成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做更细致的描绘 并且和反方那个杨丽 导致了很多人本身 越发的不愿意去反思这个问题 不愿意去探讨这个问题 要和这种现象做一个比较 正方才能得出这后半部分的价值 所以在前半部分受到反方挑战 后半部分没有很好的证明情况之下 我会觉得即便是我能认可 正方对脱口秀有价值 就意味着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即便认同这个标准 我也会觉得正方正常的效力并不强 而反方是在认同他有冒犯 而认同他对脱口秀有艺术的前提之下 告诉我们没必要把它上升到艺术的高度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进入到两种看法 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的一个阴然性的比较 正方的那个应然看待 要去争抢自己现实的背景 就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对冒犯这件事情进行去污名化 我们的社会当中抨击 使得冒犯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所以我们要进行去污名化 来解决这个来纠偏这个问题 反方想讲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对冒犯进行去光环化 没有人理所应当的站在一个舞台上 就用了冒犯别人的权利 这件事情对于反方的价值 正方有做一个处理 但正方的处理在我个人看来是 至少有两种处理 我个人认为都不是特别的充分 有第一种处理方式 是你说的观众就应该听 这件事情没有造成不平等 但我会觉得在反方杨利的例子里面 他有切实的讲到 确实有限制了表达的不平等 所以我认为正方的这个说法 本身并没有通过现实的检证 第二件事情是正方回应说 如果你看到脱口秀上 有这种冒犯的形式 你可以去发言 你可以去回击 你可以去反冒犯 可是我会觉得 这件事情实现的是观点和观点之间的平等 立场和立场之间的平等 他实现的不是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平等 他事实上有点反 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平等 你作为一个观众 如果你不发声 不成为演员的话 你就是应该听着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 有部分默认反方的说辞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两个都不能完全全盘处理掉 对方的价值 而正方说的这件事情 需要去无名化的论证 我会觉得是缺失的 所以我会觉得 在两方各自呈现这样的态势之下 我这场比赛的胜负会在反方 那我为什么会分一票给正方呢 其实是由于这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会认为这场比赛的反方有一点 要么是占立场便宜 要么就是我会觉得 他论证框架趋于简单 因为我一直以来 都有听到两重意思 第一重意思就是 如果你认为A是B的艺术 你就是在认为A只是B的艺术 可是我个人并不是很接受这条推论 就是如果你认为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那你就是在认为脱口秀不是其他的艺术 我认为这个逻辑是 不是我一乍一听上去 我就能够接受可以这样论成立场的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地方有一些霸道的切分 再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 反方对于正方的某些回应 当正方提出说勇敢和谨慎 这两条看上去有所矛盾的东西 我可以同时做倡导的时候 反方的回应是 我们如果倡导你都相信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倡导一定是都相信呢 为什么我们认为A是B的艺术 就是告诉大家 所有人都要认为A是B的艺术呢 我会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缺乏论证的一个推断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两件事情的基础上 反方如果能建构自己的论证的话 虽然正方对他的挑战 在我看来是不够有利的 可是我也会觉得反方的这个论证 似乎有点缺乏前提 就是他的前提就在缺乏论述 然后我具体在这场比赛里面 是怎样做判断的 比如说刚才那个 邹文旭学长他告诉我们说 就是我也承认 就是我觉得反方对正方的那个 闺谬是成功的 反方利用这个男性的这个例子 就是如果我们认为脱口 照正方的逻辑 只要他有价值 就意味着A是B的艺术 那是不是男性 我们也可以讲脱口秀当中 男性发挥了很大的价值 所以脱口秀是男性的艺术 可是我会认为正方有两件事情 也有成功的反规谬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勇敢和谨慎 你看上去两个相斥的事情 我们有的时候是可以同时倡导的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反方所举的 如果我认为辩论是一个升华的艺术 我们会不会排斥那些 有持其他看法的 对辩论有持其他看法的那些东西 我会认为正方通过 这个例子单独的回应 我会认为都是两方各自都是立场性发言 没有持高水移 但是我会觉得有另一个处理方式 正方有提出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有像胡键标这样的一个 认为辩论是交锋 或者说不是这么认为 就是他类似于认为辩论是一个交锋和梳理的艺术 也有像黄志忠的 类似于认为辩论是一个瘦身和升华的艺术 这两种倡导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并没有互相抵触 并没有说我这个学校是胡键标教出来的 我就要否定和排斥 就这个现实的现象我认为确实是成立的 所以我会觉得两方各自都会有对对方有效的攻击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倾向于认为反方的那个规谬之所以能够成立 不是因为A是B的这个句式是排他的 而是因为反方所举出的那个B是排他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是因为男性这个话题 拿到了性别议题里面 男性这个概念是排他的 所以他排他 而不是因为他所以他构成的对女性的冒犯感来自于这个 来自于男性这个词天生和女性的那个区隔 而不来自于A是B这件事情有排他 所以如果我们在脱口秀是男性的艺术 这件事情上有排他 而在辩论是交锋的艺术和辩论是升华的艺术 这两者之间没有排他 那就充分说明是升华和交锋 这两个概念互相没有排他 而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概念可能在性别议题里天生有排他 所以这是选择关键词的差异 而不是A是B的这个句式本身就排他 所以我会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我会认为两方各自对对方都有一定有效力的处理 那我就会听什么 我就会听 那我们今天所选取的冒犯这个概念排不排他 冒犯这件事情是否排他 我会认为反方有非常好的突破口 但没有能够利用好 这也是我会分一票给正方的一个理由 就是反方有个非常好突破口 但你们讲的方式太过于极端了 反方举的冒犯这件事情本身排他的论述方式是举了冒犯和不冒犯 这天生举了一个反义词来告诉我冒犯这件事情是排他的 你如果相信错口就是冒犯的艺术 那你就不能相信错口就是不冒犯的艺术 这件事情是极端的 可是我觉得他也可以做一些包装来让他变得更好看 为什么可以让他变得更好看 因为反方有这样的例子 他说也有些演员就类似于是通过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 不去冒犯的方式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这里面有隐含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地方 就是如果正方认为有些人能够通过冒犯的方式获得观众喜爱 就意味着冒犯这种形式对于脱口秀有意义 所以有意义就意味着他是冒犯的艺术 那我可不可以说也有很多演员他能活起来 就是因为他温和而没有冒犯 那既然有些演员是通过温和而没有冒犯的方式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是不是我也可能通过你一样的逻辑得出脱口秀是不冒犯的艺术 因为你所有的所有的那些价值我都有 你说的那个冒犯的方式有可能让观众喜爱 可以构建视察 我的不冒犯的方式有可能让观众觉得温和 可能获得观众的同情 你的冒犯的方式能够打开观众的思路 让观众反思 我的不冒犯的方式能让观众更好接受降低门槛 那我们你的作用我全都有 我们你同时你的逻辑同时能证明他是冒犯的艺术 和同同时他也是不冒犯的艺术 所以你只能二选一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反方的那个二选一的意思 可以讲的更明确一些 反方其实有个非常明确的二选一的意思 如果你你的这个冒犯是不排他的 你既觉得冒犯是艺术 又不觉得不冒犯 他也是不冒犯的艺术 如果他是不排他的你就没有意义 我强调你就没有起到倡导的作用 如果他是排他的 那你就在挤占其他的价值 可是我觉得今天对于反方来说 一个是举例极端 所以我导致我没有听到除去不冒犯之外 脱口秀的 认为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 到底挤占了什么价值 由于反方一直在讲的是 他挤占了不冒犯 所以我觉得 由于这个选的例子过于反异了 所以他天然不太利于自己正成立场的代表性 所以再有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前面这两种区分 这个二选一的区分 能够抓住正方的例子来去得出的话 因为在正方那个例子里面 你可以把它解读成 他同时证明了是冒犯和是不冒犯两种艺术 那我就可以明确地得出一个结论 对他的强调和倡导 就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在正方的标准之下 就是没有讨论的现实意义的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反方把它讲得更远一些 可能就会解释掉 我觉得反方前面有两个霸道的前提 可能没有正成的这一种的疑惑 那我就会把三票都投回反方 反之如果在目前的状况之下 我就会分票给正方 以上是我这场比赛主要的判断 谢谢大家 感谢夏雨萱先生 下面有请杨琛雪女士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哈喽我确认一下可以听见吗 声音没有问题请发言 我觉得这整场比赛来讲 双方的交锋其实出现了一点点偏移 就是我相信正方自己也能感受到 整个比赛后期的交锋 你们核心讨论的几个问题 对于你们的胜负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们所有的讨论都是依据 反方提出的几点质疑 和他们自己的论点展开的 这对正方来讲伤害性比较大 因为包括早上评的那场比赛 可以看出当你们需要论述 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论证出冒犯这件事情 无论它是一个幽默的技巧也好 一个表达的技巧也好 或者是一个话题的选择标准也好 它都有它更优于其他的价值 或者说更多出来一块的价值 你们的立场才能正成 但是你们后期的交锋 完全没有围绕这个点打开 所以我觉得对于正方整体的证程 伤害会更高 那么在你们整体的交锋中呢 围绕的大概是这么四个点 第一个呢就是它必然嘛 就是我们需要论证到 冒犯这件事情在脱口秀里面 必然存在嘛 那在这一部分我接收到 其实是从反方在说 比如说辩论是说服的艺术 那没有说服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可能就不是一场好的辩论 辩论是交锋的艺术等等 是一个意思 就是我觉得论述到这里的时候 是需要你们不再去用相互的类比来对冲 而是正方有义务解释清楚 那当我们用冒犯的方式 更多的得益点是什么 那是这个地方 第二件事情呢 是它会排它吗 我觉得排它整体的攻防 我的理解和前两位评委是差不多的 对于排它这件事情 其实在正方去论述到我们现今的辩论 有人会觉得是渲染或者是价值建构的艺术 有人会觉得是交锋的梳理的艺术 那各有各的观点 其实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排斥 只是某一个学校的选择上 是你的选择体系有一点的排斥 我觉得可以接受 可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觉得你们简单的反驳掉了 排它这个逻辑层的问题是没有构成 就是同样对于正方来讲 对你们自己的建构来讲意义是不大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极端 这个在你们从正三开始 一直到这个自由变的环节 你们的交通非常多 我听到后期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是怎么开出来的 我想了一下 大概是在一开始 反方问难对于冒犯如果造成伤害性 你一旦允许大家越界来实行一定的冒犯的话语 或者是行为的时候 你要怎么划清这个线呢 这个时候正方的反馈马上就跳到了 那我们在倡导爱国主义的时候 也不是要砸车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本身的 讨论是由于正方一开始的过度反应引起的 那反方也顺着这个就往下聊了 所以双方在这一块的交锋 对于这场比赛实案上的意义确实不大 而如果正方能仔细听清楚反方的攻击 简单的划线来讲 其实现在网店的审批或者说我们对于一些伤害性的言语的禁止 或者说行为的禁止也有比较明确的 简直不是一件从化线来讲特别难的事情 并不一定要推到极端再来反驳 我觉得这样你们的反驳更符合我们的现状和现实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限制化语权这件事情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感觉我和前两位评委的听感是一样的 最后更多的是落在了反方 他们解释没有必要上升到艺术 我也是不是不让你说 可是我在听这个部分的时候 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疯惑 就是到艺术又怎么样呢 我们就不可以在网上批判了吗 一个艺术的作品的呈现 无论是怎么与是 受众的批判 一个吵乱和我们来进行 不好意思 我确认一下可以演变吗 现在可以听到 请学姐继续发言 特别出现了一点问题 就是我感觉在这个部分 其实正方可能 我不知道你们在场上的交锋 听感是怎么样的 我感觉从直观反应上来讲 即使上升到艺术 并不意味着本身话语权的限制 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厂商的交锋来讲 可能正方一定程度的正程 反方一定程度的正程 但这个部分的交锋 我觉得同样也给反方提了一个醒 就像刚刚那位评委说的 你们的正程过程过于简单 包括在限制话语权这个问题上 其实你们只是开出了 这样一个立场性的观点 而为什么会限制话语权 甚至说在直观上听来 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 他本身拥有粉丝 拥有更大的音量的时候 他的表达就已经占有了很大的 就是话语的影响力的情况下 你还要给他冠以一个艺术 那造成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需要你们有更多的论述 才能使得你们这样一个观点正程 那么这个部分的讨论 我觉得也值得正方 你们直观地去思考一下 在现状下并不是 并不是有一个立场性的发言说 反方将这个说服上升到了 就是将冒犯上升到了 一个艺术的高度 就一定限制了话语权 我觉得这个里面可探讨的空间 其实还有很多 那也感谢大家今天经常的比赛 谢谢 谢谢大家 感谢杨晨学女士 比赛结果已出 首先揭晓的是 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 他是来自反方代表队的三辩 肖兰兴同学 恭喜您 下面我将为大家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资格赛 出赛G组第二场的比赛 环节分数票 邹文启先生 投给了反方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请主席进行商讨票的宣布环节 请各位评审 全写商讨票 并在请各位稍作等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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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第一轮印象票的最终结果是 正方一票比反方八票 让我们恭喜反方代表队赢得本场比赛 同时感谢本场比赛的八位变手 感谢他们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下一场比赛 H组第二场比赛